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囉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哦 我們說這個膳食纖維為什麼重要呢 事實上是對我們的腸道非常重要 我們知道膳食纖維補充不足的話 比較容易有大腸長息肉 比較容易大腸癌 那先來講一個案例來嚇嚇大家 因為這個是我自己印象比較深刻的案例 他是一個55歲的一個中年的男性 他那時候來我這邊做大腸鏡檢查的時候 他就是腸子裡面有很多息肉 那一次我幫他做大腸鏡的時候 他大概七八個息肉 而且很多息肉都一公分到兩公分大 所以當時我們幫他做大腸鏡的時候 他已經有幫他切掉 大概四個息肉左右 都大小都超過一公分 有的接近兩公分 那剩下有一個息肉比較小 我那時候真的是沒有時間 再幫他處理這個息肉 這個息肉 我那時候把照片拍下來 這個是在差不多盲腸的地方 我們在箭頭的地方 盲腸的尾端就是藍尾的出口 大概一個零點三公分大的息肉 很小 大家看到紅紅的這一點 那時候我是幫他做一個切片 切片最後出來叫柱狀線流 是一個良性的息肉 而且是分化比較 不是那麼危險的息肉 那那時候 我就那時候大腸鏡做完的時候 回診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你一些比較大的息肉 我已經幫你處理掉了 可是呢 還是有一個小的息肉 這個我沒有切到 那因為這個息肉呢 是比較靠近藍尾 這個地方要切是難度比較高 而且他現在比較小 不過你要定期的追蹤 最好半年到一年就要來追蹤 那這位閒事 那可能工作也忙 後來這次來追蹤的時候 就是三年後 三年後再來做大腸鏡之後 變成長到這麼大 同樣這顆息肉 超過三年的時間 他這次在做的時候 已經變成三點二公分 三點二公分的時候 那時候做切片 已經變成柔毛狀的息肉 柔毛柱狀的息肉 就已經變成癌症的前期了 已經有癌症的風險了 所以那時候後來怎麼辦 就是只好整個腸子 這一段那時候請外科開刀 把這段腸子整個切除掉 切除掉之後呢 再再拿去化驗 還好沒有癌細胞 但是我相信 他大概再放個一兩年 應該會變成癌症 一定會變成大腸癌 有大腸息肉的人 我飲食上要注意什麼 那我就再次提醒他 這次就聽得進去 我就告訴他說 你要多吃一點膳食纖維 那這位先生 那因為平常可能工作的關係 大部分都還是以肉食為主 蔬菜水果就真的吃得很少 所以我們再提醒大家一下 既然我們這邊有列個八個 這個膳食纖維豐富的食物 譬如說提到的馬鈴薯 地瓜 芋頭 像是牛蒡 紅蘿蔔 這八個呢 吃他的膳食纖維特別多 那我想今天提到的這個木薯 也是應該列在這裡面 那事實上膳食纖維多補充的話 可以減少這個大腸息肉的轉變 跟大腸癌的發生 這個糖尿病患如果血糖 或者病情沒有控制好 也容易會發生肠胃的 這一個病症嗎 的確 我們剛剛一直提到說說 澱粉類的食物 如果攝取過多的話 血糖會比較難控制 那控制血糖 對糖尿病的病患來說 是非常的重要 那像我來講一個案例 就是他也是一個 四十四歲的男性病患 他本身是糖尿病 那有一天呢 他是去做一個手術 因為他的膝關節呢 韌帶受傷 他做了一個開刀的手術 那時候開刀過程中非常順利 然後他在恢復室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麻藥慢慢退 麻藥退起來 所以人有點蘇醒的時候 他就突然就嘔吐 吐的食物呢嗆到 嗆到之後 那時候在恢復室緊急去急救 那時候在一邊急救的時候 那個麻醉科的醫師覺得說 奇怪了 奇怪 這個一般接受手術的人 他應該前一天晚上要進食 不吃東西才對 那時候醫生就覺得奇怪 就問那個護理師說 會問家屬 就說前一天晚上 這個男性病患 他接受手術之前 是不是有進食 我們有交代他半夜不准吃東西 他說有啊 他有照做啊 他昨天晚上真的沒有吃什麼東西 可是他的胃滿滿都是食物 後來在進一步檢查才發現 他是產生那個什麼現象 他是產生一個叫做 糖尿病性的胃腸神經病變 就是說他因為長期的糖尿病 他的神經受損 這控制胃蠕動的神經受損之後 造成所謂的胃癱瘓 就是說他的胃排空的時間比正常的時間久 那像這樣的病患的話 他接受手術就特別的危險 因為他如果 因為他覺得自己我已經遵從醫主 然後就不要吃東西 隔天去手術 應該胃應該沒東西了 結果沒想到 他真的是因為這樣子神經的病變 他的胃排空不良 就到了隔天手術完之後 麻醉要退了之後 因為麻醉要退掉一些噁心的感覺 反而導致他胃的食物吐出來嗆到 所以這樣的病患就平常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他的血糖的控制 另外的話呢 他如果有胃這個癱瘓的現象 他進食的時間要特別的久 或者使用腰物讓胃排空順暢之後 再接受手術 缺鐵性 貧血基本上有各種可能性 也有可能是腸胃發生狀況 那我這樣講的案例呢 他是一個82歲的那個老太太 那他呢來看我的門診的時候 是覺得有點腹痛 上腹部不太舒服 而且他在別的慢性的門診 在心臟科的門診的時候 發現他的血色素只有10.0 他其實在看他以前的記錄 事實上有到12左右 所以他是小球性的貧血 看起來是一個缺鐵性的貧血 像年紀比較大的女性的話 我們就比較不會想到是生理期方面 那我們在想說 會不會是從腸胃道的流失 這是很有可能的 那時候我們就跟他說 你這個肚子不太舒服 你腸胃道流失是可能 跟那個大腸有長息肉 或者長癌症是很有關係的 那我們就請他做個大腸性檢查 可是他不太願意 他說我就先做一個潛血檢查好了 後來我們就幫他做一個糞便的潛血 我們糞便的潛血檢查 就是要檢查我們的糞便中有沒有帶血 就是一般有有息肉 或者是有腫瘤的時候 他會出血 所以就檢查的出來 那他的他的檢查結果是陰性的 他就是腸胃道沒有出血的現象 那我們就後來還是跟他說 那你就要不然就觀察一下子 就觀察了一個月之後 他的血色素再繼續的降低 本來是10.0後來變成8.0 他繼續往下降 那這就不太對勁了 那我們就請他再做檢查 他還是不太願意 後來我們是想盡各種辦法 就勸說他 我們就說後來 我就抽了一個癌症指數 真的是沒辦法 我就抽了一個CEA 叫癌胚抗原 這個是跟大腸癌有關 症長大概五以下 他驗起來一百多 這時候我就是有一個理由 就跟他說 你看看真的是有指數異常的 那就拜託你還是做個檢查 這時候老太太就真的聽我們的建議 就說好啦就做一個大腸劑 那做了大腸劑檢查 真的在他生結腸 在右邊右側的大腸 找到一個三公分的腫瘤 那時候是癌症 那切片起來是癌症 後來他開刀了就治癒了 因為他的三公分的時候還沒有轉移 然後手術也很成功 那他就一個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我做前血檢查是正常的 然後難道不能排除大腸癌嗎 那我還是跟他解釋 我們就說 我們這個腸道出血呢 他是有時候是正發性的 有時候腫瘤比較小 他是正發性的出血 剛好你做那個前血檢查的時候 他沒有流血 那我們就是陰性的結果 所以大致上我們的分別前血 前血檢查的話 來偵測大腸癌 大概是百分之八十 就八成的準確率而已 所以你還是不能完全排出 大腸癌的可能性